这就是我们公司这一次要具体执行的方案 那刚才张总呢 已经把这次活动的主题都向各位介绍了 下面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可以拿出来讨论 看来我提供的方案不错 连一向挑剔的赵总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张总夸张了 我下来都是对事不对人 你们的方案准备得很充分非常好 但既然那么好张总应该高兴 怎么板着个脸 苏子军啊 赶紧把资料给大家发下去 是 你那个表是限量版的吧 我挺喜欢的 待会儿没买到 好 让我等你一下 好 让我等你一下 陈颜 艾蜜说有份资料也给我 我在这里等她一下 你先回公司吧 陈总 我去拿吧 不用 陈总 还是我去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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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等她 好吧 接个东西 这艾蜜也真是的 资料就不能依次性给齐 哎呀 你们就别管了 哦 对了 最近咱们在工作上 多上点心 别让陈总生气 在生活上咱们多帮帮她 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 哦 知道了 你可真行啊 俨然依负二当家的口气嘛 陈总 不好笑意久等了 这赵总让我跟你聊了 嗯 谢谢艾蜜 不用谢 艾蜜啊 你还有没有点时间 陈总 你找我有事吗 我就是想找你喝杯咖啡聊聊 你跟那个陈颜是特别好的朋友哦 是啊 嗯 那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性格不太一样哦 嗯 对 她做事情更认真 更努力 而且也更有计划 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互补的 因为好的工作能力和好的心理素质 可是分不开的 陈颜是不是一直都受人赞赏啊 是啊 她一直是长辈们的骄傲 同龄人的楷模 而且在上高中的时候 她不但是我们学校校花 还是三好学生呢 特别特别厉害 所以啊 培养她的自尊心 培养的特别强 什么事情都不可认输的样子 不过 我觉得自尊心呢 真的是个很折磨人的东西 嗯 有时候 可能不但会伤了别人 也会害了自己 尤其是 没有急难的时候 嗯 沈总我觉得 人生难免会有意外 嗯 其实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 呃 如果是消极的抵抗 还不如去积极地面对她 因为不管结局如何 我们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跟做好的准备 你说对不对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嗯 沈总 我的意思是 您 您平常不是很忙吗 如果觉得 很脆弱无助的时候 其实 不要逃避 就是希望您 不要因为一些自尊心的问题 去逃避周围的人 想对你的关心 因为我觉得 应该会有很多人 很想关心你的 如果 你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沈总 是这样的 我已经查了很多资料 然后也问了很多医生 乳癌在现在已经不是绝症了 如果治疗得当 而且精神状态很放松 完全有机会治愈的 艾米啊 我生病的消息你哪里得到的 是我们公司有内鬼通你这个外神 你们这样打探别人的隐私很不道德 你们知道吗 尤其是你 你是我什么人啊 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大贵有我底线好不好 不是真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悲观 因为这个病是有转机的 我希望给你打打气 再加油 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要说了 你这小姑娘在算计什么 我不知道吧 你再一照来 你就假惺惺的打听我 关心我的病情 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我更不需要那个赵来的同情 你跟她什么关系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我跟赵来已经是调归调辱归路 没有半点的关系 你不要用她来挑衅你 沈总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 您千万不要这么想 我 您误解我了 我不会因为什么赵总的关系 去挑衅您的 好 抽鞋 这顿我请 好 我马上过去 好 我马上过去 那种 来 来 好 好 你 你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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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 好啊 好啊 陈妍 你在学校学的什么专业啊 学的市场行销 那我怎么觉得你的专业里 还包括是行事侦查 嗯 沈总你说的什么意思啊 我不明白 我个人的病情 怎么会是样远在LW公司的艾米知道 听说你们俩是闺蜜吧 哦 对不起 沈总 我 我不是故意要看的 那天你让我去拿文件 我 我 我无意中就看到了 无意间看到的 就知道是什么病 用的什么药 你还真是做了一番调查 我觉得你应该赶行去当警察 沈总 你还真是做了 我知道我错了 你 你消消气 保重身体最要紧 我这样子像是生气的吗 陈言 我对你很失望 你知道办公室最挤回什么吗 八卦领导 散布自己公司的消息 到合作的公司去 你觉得这样对我们公司有利吗 拜托你 做点你能做的 做点你该做的好不好 对不起 你让艾米知道我的病情 就等于让LW公司全公司都知道了 那么人家会不会以为 安德森公司的顶梁柱要垮掉了 会不会对我们公司失去信心呢 陈言 你要接替我的位置也可以 不过你要先颠颠自己有几斤几两再说 沈总 您现在说什么我都接受 但是请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别再因为我的幼稚在生气了 我会警告艾米 告诉她不要乱说的 我相信艾米也不会乱说的 沈总 能不能让我平时 多分担一些您的工作 来弥补我的过错呀 几年盛行 接受教训 出去工作吧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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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乳癌灵奇元眼癌 她怎么你不知道吗 这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前的检查结果了 她没跟你说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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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忙不忙啊 我想约你吃个饭 等忙过这几天再说吧 呃 我现在手头有点事情要处理 你管啊 不是 你听我 现在手术是怎么不要這樣 是这个流程吗 我看到她 她 昂贵的汇望 像鸟分鼓鼓声和你一起穿 此刻你知道我对爱渴望 我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是听到你渐渐的吟唱 我不必想此处跳过去 你来了 是啊 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猜你就在为明天的工作忙呢 所以来看看你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那正好你帮我把这份资料 送到隔壁吧 他们明天要赶出来 好 张总 下班了 我可以跟你聊点私人的事情吗 你说 凭我对你的了解 你不是个喜欢搞暧昧的人呢 可是现在你变了 什么意思 你明明不喜欢陈妍 可是你却不明确拒绝他 这就叫暧昧 我跟陈妍 我跟陈妍什么都没有 我跟陈妍什么都没有 喂 我是张和平 你在哪儿 上杆子的买卖都得吃亏 能理解为你这是羡慕嫉妒恨吗 你拿什么让我羡慕嫉妒恨呢 好的 谢谢你 我回头发药件给你 拿我跟张和平的未来 我先回家了 张总再见 拜拜 我送你回家吧 和平 我肚子很饿了 要不然我们去上次咱们俩去过 那个夜宵店再吃点东西好不好 好啊 走吧 来 我们为明天干一杯 真希望时间永远能停在这一刻 我们永远都像现在这么开心 哎 艾米做什么呢 要不要把她叫出来一起吃 我是说 我们俩永远停在这一刻 其实 以后我们不用每次都把艾米叫什么的 你说她现在也不是一个人了 老让她当电灯泡吧 她也不乐意 万一照来再不开心 艾米要责怪我了 她呀 现在是一只脚已经迈进别人家门了 要不了多久就要搬走了 倒是我还不单一个人呢 不会的 你那么优秀 不会过渡太久的 吃了 我们预祝我们预祝明天造势活动圆满顺利干杯 好 和平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两个人为了这个活动忙了这么久 你还真是个工作狂 你放心好了 以后再有新工作 我一定会叫你的 真不知道我们两个人 能在一起的时间还剩多少 我有点不习惯见不到你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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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习惯见到他的游客 或者没人还剩多少 好 有点不习惯见到他 哈哈哈 有点不习惯见到你 有点不习惯见到你 玩这儿 非常不习惯见到他 好 这位优秀的女孩 我觉得谁跟你在一起 都会是她的幸福 但我不是那个幸运的人 我想告诉你 我喜欢的人是艾米 我一直想见的人 也是艾米 之前你怀疑的那些 事情 其实都是真的 是艾米不让我说 因为 她害怕她会失去你 她真的很在乎你 你 你 你的意思是 艾米她一直也 很喜欢你 我不知道 我觉得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她总以为把我和你撮合在一起 她希望我们在一起 她 对不起啊 陈燕 对不起 够了 够了 你别说了 在哪里 曾经细细迷迷纷纷纷扰扰的游戏 我觉得我就是个傻子 找不到的自己 被你玩得团团追 我 梦很清 摸不清 我的幸福在哪里 曾经跌跌撞着各个伴伴的努力 我还是我自己 我自己 回来 你 是 心如何平静下来 对未来的不安 我估计勇气才能够勇敢 迈向未来也许太年轻 目标不清晰 也许太无力偶尔迷失了自己 轻轻叹息 谁看得到我的游戏 梦眼睛看不清 我的未来在哪里 曾经试试秘密纷纷扰扰的目的 之前你怀疑的那些事情 其实都是真的 梦眼睛摸不起我的幸福在哪里 曾经跌跌撞撞看了短短的努力 她害怕她会失去你 我还是我自己 梦眼睛看不清 梦眼睛看不清 现在我还在这里 现在我还在这里 天经跌跌撞撞开的短短的努力 我还是我自己 我自己 我现在它份然后也没有 我还需要 56 这里 她应该知道 就算我们离婚了 可是她发生什么事 我不会不管她的 她现在好不容易跟莫莫 开始关系融洽了 你说老天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你先不要那么悲观 也许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我已经查过资料了 网上说 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可怕的病了 治愈力很高的 我也很想帮助她 但是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事情 赵莱 不管怎么样 记住 有我跟你在一起 没有发生的 我们不要去想 已经发生了 我跟你一起去面对 有困难 我们一起去解决 首先你要坚强起来 你才能帮助到身心 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在你身边的 我相信 一切都会好起来 谢谢 谢谢 有电话 你先接吧 你先接吧 艾米 我跟陈妍都说清楚了 我喜欢的人不是她 是你 张浩平 你真混蛋 你是浪天派来对付我的吗 对付我 你是长生的 你不敢的 我嫁给我 不敢的 我现在实现了 我还制作了 我怎么还制作了 我哪会的 我现在最后 我现在认识到 我现在能够 astept 我现在还没有 你这么做 我现在还要做 干嘛没病的靠我 有事啊 说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沈总让我把明天活动的资料再给你看一下 可是我一直联系不上你 苏子军啊苏子军 你 什么时候才能独当一面 这件小事你都处理不好 你还要我叫你多久 其实那些资料我早检查过了 可是沈总交代的事 我必须得办到 但是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你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呀 我担心你你知道吗 不 是 你干嘛喝这么多酒啊 怎么了你 我就是个傻子 我就是一个吃醋的傻子 我被我母最哥哥的心 最最哥哥的好的闺蜜 给骗了 我就是 走眉一时 糊涂一时 你不用给我学什么东西了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教你 你走吧 走啊 沈颜 我先送你回家吧 这风这么大 你又喝了酒 会生病的 走 我送你回家 回家 回家 回哪个家 我根本没有勇气回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 你说 你说 我该是 继续装傻 装不知道呢 还是我就干脆 直接给他一把扔 然后告诉他说 艾蜜 我全都知道了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你就是个骗子 然后 告诉他 我们俩以后 再也不少我姐妹了 我要给你绝笑 虽然 不够有力 但是 借你靠好吧 你说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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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相信的人 一直在耍我 我喜欢的人 一直在喜欢人耍我的人 陈妍姐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可是陈妍姐 我可没耍你 我一直都挺喜欢你的 别闹了 别闹了 难道你感觉不到吗 我说的是真的 我现在没心想跟你开玩笑 陈妍 我爱你 陈妍 你干吗呀 你爱我 你哪有什么爱我 你以为我陈妍是那种无耻的小女孩吗 你挣的还没我多呢 你爱我 没有资本 没有足够的硬件 你拿什么资格谈情说爱啊 你别拿那种眼神看我 你苏子军 你以为你很高尚啊 你以为你很纯情啊 你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是A货 但A货就是A货 他永远也装不成正品 你根本没资格爱我 其实我 我期待的男人是 那种 有资本的 有车有房的 有在上海生活下去的资本 哦 自信的 成熟的 能运筹帷幄的 你呢 你说说 你说 你说你哪条符合 沈缘 你要的 根本就不是爱情 谁说的 谁说的 爱情 它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实力呢 是一个具象的动词 只有两个结合在一起 才是幸福的 懂吗 笨蛋 笨蛋 你太天真了 一群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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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一群骗子 呀 imon 滚 你再去等他 不行啊 但我怎么给他解释啊 这死张后面害死我了 没事 如果真的是误会的话 不会解释不清楚的 我陪你回去 有困难一起面对 你说什么呢 我都急死你 还这么说风凉吗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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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了 我一直在等陈妍 找到现在还没回来 张和平 你跟妍妍说的什么 你先说的不该说的 我都说了 谁让你把我一个人留在那儿 又把陈妍塞给我 你说什么废话 你说什么废话呢 艾米 艾米 我告诉你 张和平 你必须找到陈妍 她性格要强 一定不能出事 记得我说 这么多不是办法 分手找吧 分手找 走了 走 雷霆在眼眶 少一片星光 找到 你就找到天堂 以为 永恒紧握在手上 突然你消失也重要 爱情被沉溺在寂寞的橱窗 明远给了她 明远给了她 防备的辉煌 像鸟分鼓鼓声和你一起穿 此刻你知道我对爱渴望 我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是听到你渐渐的吟唱 是听到你渐渐的吟唱 我不必想 此处跳过去流浪 这阵阵让我活着的力量 有多希望 有多希望 这只是梦一场 穿过悲喜能尽用这步伐 我在手心 你渐渐的吟唱 你的爱化作泪光 留给我思念不顾的想象 你的模样 你的模样 我都不想要 secret 你渐渐的吟唱 你渐渐 你渐渐的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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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媽媽 你醒了 啊 这是哪儿啊 我 我们 你别害怕 昨天晚上 什么也没发生 这里是我家 你家 哦 我还有事 我还有赶紧做事活动呢 昨晚的是 你放心 昨晚的事 我不会跟他们说的 你现在要赶紧造势活动 还来得及 我家有全新的洗漱用品 你可以先洗漱一下 还有我表妹的几套衣服 也可以先借你穿 那洗漱完了之后 你再到一层吃个早餐吧 哦 哦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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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停在眼眶 烧一片星光 找到你就找到天堂 以为永恒紧握在手上 突然你消失也重点 爱情陪着你在寂寞的橱窗 命远给了他昂贵的辉煌 想要分不顾想和你一起闯 此刻你知道我对爱渴望 我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是听到你渐渐的音场 我不必想自处跳过去流浪 这阵阵让我活着的力量 我要希望这只是梦一场 穿过悲心冷静拥着步伐 我在手心里面 我在手心里的落花做泪 留给我思念不独的想象 你的模样 你的模样 渐渐